大家好 我是小莫 我是安豪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所以我们就想说趁这个机会 给大家回答一下 平时关于我们的一些疑问 这就是一期情侣问答啦 认识多久变成男女朋友 怎么决定一起做旅游博主呢 频率 因为刚好有人问到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遇到了和恋爱的 所以我们就想 不妨趁这个机会 正好就来到 我们相遇相识相恋的这个 中国传媒大学里面 因为我们是传媒大学的校友 为什么你一说校友 我感觉咱俩的关系这么普普的 这充满了青春气息 充满了学院气息的地方 我们在这拍过一个 转眼的镜头你还记得吗 五年后的致敬 我有点晕 有点晕 我们两个年纪都太大 戏剧影视学院 影视艺术学院 怎么名字不一样 一样的 一样的 戏多了艺术就少了 艺术来去生活 不要演戏 问题 小欧阳猴是怎么认识的 谁追的谁 这个答案还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我们第一次相见的地方 答案 就在厕所那 我有一次不太记得 咱俩第一次见面了 就是当时我们要去参加社团活动 要出学校 当时是我负责定极客的点 我就定在了南操场旁边的厕所门口 这是第一次见面 first look 我们的first look 这么味儿的 后面这座建筑物呢 就是我们学校的一号教学楼 而且我还在这里通过了英语四级的考试 并止步于英语四级 不许乱入 我们现在来到操场 现在大家都开始打棒球 经历了一番闲逛 我们现在要集中的回答几个问题 开始 现在在阿鸿的要求下 我们要做一下测试 如果等一会儿录像的时候 我发现阿鸿身体 在通通的往后面的话 我们两个可能就会绝交 我们现在已经把大家所有的问题 都放到这个小盒子里了 然后待会儿我们就 第一个问题 怎么做到这么可爱的相处方式 你说吧 可能是你本身就可爱 阿鸿作为一个恋爱谈了十年的人 还是有一点求生育的 我觉得主要原因应该是 还是我可爱 下一个问题 头上在哪拍的 在北海道的一个斯嘉温泉里拍的 下一个问题 怎么维持对彼此的那种心动呢 我闲来无时会静静的凝视阿鸿 然后发现并没有什么心动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互相看对方 特别是看对方的眼睛 其实是会继续维持你的那种交流的感觉 你会发现其实你还是很喜欢这个人 谁管钱 收入怎么分配 怎么理财 刚开始我跟阿猴在一起 如果我有求于阿猴 我就会请他吃饭 比如说让他帮我修电脑 如果说阿猴有求于我 比如勒 我蹭过一次你们的摄影课 然后勒你就请我吃饭了 没有 吵架分歧最后如何解决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默契 我们会不会吵架 123回答 123 你为什么先开始就摇头了 会抢答了 认识多久变成男女朋友 3年 小木牙猴最喜欢的颜色 黄色 最喜欢吃的东西 我爸做的炸酱面 怎么才能找到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 一个结景就是让你的男朋友订阅小木牙猴 观看声音养生协会每一期的节目 保证他会有一个技能的大提升 怎么决定一起做旅游博主的 因为我们是从毕业旅行之后 开始比较集中的旅行拍照和分享内容 然后刚好当时所有人都在做订阅号 所以我们就想要不自己也尝试做一个订阅号试一试 然后就辞职做订阅号 也是非常勇敢的一个决定 对方的脚臭吗 臭 平时生气都是谁哄谁多一点 我们先演个小剧场吧 我生气了 两个人平时互相送什么礼物和惊喜 让我回忆一下阿猴上一次送我礼物是什么时候 结婚之后阿猴确实有一点点松懈 我印象满身的是之前小莫在英国上学的时候 当时我还在北京上班 然后小莫就每到一个地方旅行 就会给我寄一张明信片 然后我现在都一直留着那些明信片 是什么时候决定结婚就是这个人了 我有这么一瞬间了 有一次我睡着了 然后我就这样了 然后你做了什么呢 我是把你推开了 不是 我就是这样扶着你的额头了 反正就不让你的头掉下去 对 我当时觉得挺感动的 就是这些细节的关怀还是挺动人的 我也有这样一个瞬间 好像没有跟你分享过 你说 之前在家里做饭的时候 厨房里烟很大嘛 我推开门发现你在里面戴着头盔 就是防防着那个烟喷到自己脸上 还戴着那个浴帽 就是防止头发被弄成味道 屋子里边还很黑 就我感觉就是很认真的在准备一个要吃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普通的瞬间 非常有烟火系的这样的瞬间 就是这种瞬间其实很打动我 在一起久了 话题会变少 你们怎么有说不完的话题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并不是我们俩有说不完的话题 是我一直在说话 其实对于我跟阿猴来说 我们俩认识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的爱好和成长经历都会比较像 而且我们现在也会一起看同样的书啊 同样的电影 所以我们可以聊的东西会比较多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呢 就是两个人可以去培养同样的爱好 教你写两项代码呀 如果实在没有的话 就是你对对方的爱好 可以多一些尊重和倾听 这样的话两个人的话题 我觉得其实是不会变少的 现在这个小车车已经空了 天也渐渐的黑了 我们再去学校溜达溜达 找个地方吃饭啦 我们是来拍片子吗 我们就回个母校 我们也是这儿 我们也是这儿的 你也是这儿的 你们都是吗 对啊 我是西文的 我要给我室友讲 我从我一个室友那里通说的 真的这样是校友好开心 突然发现大学校园里 好像牵手的情侣并不是很多 那我们要不要 不要这么高点 认真的牵手呢 这就是毕业的师哥师姐的幸福 学院是在那儿吗 不是 我们怎么可能 在这种两层的小房子里面 这个是公共的机房 机房 我在这里通过了我的计算机等级考试 计算机的题真的是太简单了 应该出难点 这样我们才能跨学科的帮助你们 现在已经能看出天越来越黑了 是我还没找到我的学院在那儿 竟然用上了地图软件在找我们的学院 是的 小莫这种不服输的心情我是很理解的 我不是不服输 我是为了实现你的愿望 什么不服输 我们的学院一进门就找着 你们学院一进门就赢了 学院在哪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以阿侯没有找到自己的学院告终了 好了 经过了今天一天的约会 现在是时候让阿侯把我送回宿舍了 好 其实学校这个范围就是一个很小的范围 嗯 两个人如果在学校里 谈恋爱的话 就感觉平时上学的时候 可能你拐个弯就遇到了 就是那种心情还挺不一样 我送出的路这么难吗 学校里真是充满了各种新鲜挑战 22点以后禁止男士入内 然后就在这儿送小默回他的 对我刚才想那里一下 前面呢就是我的宿舍了 以前谈爱的时候阿侯把我送到宿舍门口 就不能再进一步了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回家吧 请不吝点呗 请不吝点呗